原标题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眼镜在鹰拍出6000英镑高价 环球网综合报道当地时间12月6日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老花竟在拍卖会上以6000英镑成交 比预期成交价高出两倍 英国地铁报报道称该副原型戴妹眼镜是百年老店CWDXI 据英国Catherine Salton拍卖行在网上发布的消息 该副眼镜最高估价原为2000英镑 消息称眼镜由当地私人持有者提供 它是从百年老店CWDXI 地铁报原影拍卖行代表的话报道称 丘吉尔的眼镜就与他的雪茄及礼帽一样具有标志性 据报道丘吉尔非常喜欢定制的眼镜 通常拥有三福与工不同用途 责任编辑张言